我們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輕蝕、搬運跟成績 我們會教各種作用的、各種力量的輕蝕、搬運跟成績 第一個事情是要跟你解釋什麼叫輕蝕、什麼叫搬運、什麼叫做成績 好來,帥哥、美女 這裡有一個石頭 上面呢,產生一個渣渣 這個渣渣在石頭附近晃兩下,沒有離開這個石頭 這叫做岩石破碎疏鬆,風化作用 吹一陣風,沖一個水,把這個渣渣拿走了 離開這個石頭,叫做對這個岩石發生輕蝕 搬走渣渣,對渣渣發生搬運 最後把渣渣放下來叫做成績 這個渣渣叫做成績物 拿走,對它發生輕蝕,對它發生搬運 放下來叫做成績 這個渣渣叫做成績物 這就是輕蝕、搬運跟成績的意思 所以所有會造成輕蝕的力量都是會動的 要把它帶走,要把它移開,要把它移走 所以這幾個土壤顆粒移動要拿走 拿走它,所以呢 帶走它叫做對原來那個石頭發生輕蝕 對被帶的東西叫做發生搬運 東西放下來叫做成績 放下來那個碗粒我們叫做成績物 所以了解一下什麼叫輕蝕 什麼叫做搬運 什麼叫做成績 什麼叫做渣渣成績物 第一件事情了解一下 好,這個意思 接著呢,是考過的 好的,這是東西呢 等一下這不是,我剛剛講過了 這東西基本上搬走之後 離開之後 地球有重力都會往下掉 都會往下掉 所以基本上的趨勢就是 把它從高的地方怎麼樣 往一個地方搬 往澳的地方搬 哭起來就把它搬到澳的地方去 所以跟你說 外營力會使地球越來越平 就是這個原因 等一下就往下翻 往下低 從高的地方搬到低了 OK 然後看它講成這個 跑過的 這個 學生就問你說 它為什麼長成這副德性 抵抗侵蝕能力不同 容易被侵蝕的就比較凹陷 不容易被侵蝕的就比較突出 你可以用被的 沙鹽容易被侵蝕 所以比較突出 葉鹽容易被侵蝕所以比較凹陷 所以它為什麼長成這副德性 因為抵抗侵蝕的能力不同 這個叫做差異侵蝕 這題學生考過 問你為什麼會長成這副德性 因為我們抵抗侵蝕的能力不同 凹陷容易被侵蝕 突出是不容易被侵蝕 那這又是一個 來來海海有名的東西 這個平衡的地方 是一個沙葉鹽戶層的海池平台 就崩冒充的鹽蝕 為什麼會突出個鹽蝕 表現什麼意思 鹽蝕比較不會被侵蝕 所以會比較突出 比較突出 所以這就是一個差異侵蝕的例子 那 所以就出現了狀況 當我的鹽性不均勻的時候 會有個情況 有個石頭有一些地方鈣質比較多 有個地方鈣質比較少 含鈣質多的人就比較硬 因為比較硬 所以不怕風吹 但怕雨打 為什麼怕雨打 因為雨水有酸性 酸會跟鈣質作用 碳酸幹作用 那比較鈣質少的地方就比較短 所以它就比較怕風吹 比較不怕雨打 因為風吹不然會抹磨 把它磨掉 然後它會比較光滑 但它雨水就比較不害怕 就是鹽氣不均勻 然後我們就有個瘋窩狀的岩石 長得像這樣 這個石頭 雨水下下來 然後把那些鈣質溶掉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瘋窩狀的岩石 瘋窩狀的岩石 所以像 裡面有名的薰狀岩 薰狀岩 上面的就是鈣質多的 比較硬 下面的鈣質少 比較軟 然後呢 下面的鈣質少 風一吹 沙子磨啊磨啊磨啊 磨得滑滑的 滑滑的 上面含鈣質多 不容易被風吹 不容易受到風吹磨掉 所以頭就比較大顆一點 但是怕雨打 雨水下來 磨磨磨磨磨磨磨 溶解掉了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所以叫做薰狀岩 也有名的石頭 還有一個更有名的石頭 基本上也是這樣 女王頭 也是一樣 上面含鈣質多 下面含鈣質少 所以上面呢 不怕風吹但怕雨打 下面呢怕風吹會磨掉 所以有始就知道 女王頭最後一定會怎樣 斷掉 因為模組會越磨 越細 最後就動了 然後就斷掉 斷掉 所以 她一定會斷掉 我記得是很多年前曾經問過說 要不要處理 當時的想法是不要處理 就讓她自然斷掉 那我也覺得自然斷掉就好了 我來個斬首女王頭 也不錯 可是後來最近又說 最近又說 要把它 最近又說 要去做一點處理 奈米高客氣把它處理掉 好 然後呢 希望她不要那麼容易斷掉 容易斷掉 所以 這個就是 好 那這個大家有考量啦 比如說觀光的因素啊 因為你王頭斷掉的話 那個 野柳的觀光可能就 野柳的觀光可能就會少掉很多 OK 呃 我要 不對我不是要做這個事 我 來 你王頭 你覺得她長得很好看 所以呢 每個人過去呢 就給她摸一下 你好漂亮 另外一個人再過去摸一下 你非常漂亮 再來摸一下 你超級漂亮 你超級漂亮 每個人摸一次就是侵蝕一次的意思 也就是越多人摸她就越快 斷掉 所以你就看就好了 不要亂摸 不要亂摸 如果你希望她活得久一點的話 如果你希望她活得久一點的話 就是 輕蝕啦 重點就是那個差異輕蝕 為什麼有的突出 有的凹陷 因為 抵抗輕�的能力不同 突出的 比較會抵抗輕蝕 凹陷的 容易被輕蝕 學測考過 覺得這一點你要會 可以嗎 可以 懂嗎 可以